有有 三婶 堂弟 你们怎么来了 你堂弟要结婚了 来给你收清解 我一定去 你年纪不小了 怎么还没谈对象呢 要不要我帮你问是不是 其实吧 我有对象 作为撒谎 你要是有对象 我们怎么从来没见过呢 进来了 这就是我女朋友 小夕 给三婶倒杯水 好 我去换个衣服 三婶喝水 这小子怎么能找到这么好看的女朋友啊 她是做什么的 我儿子可是运行过万呢 她也就是靠嘴皮子赚点钱 那能挣多少啊 两千 一个月才两千 儿子 你们能来保安 不都开三千五吗 快帮你堂哥 介绍介绍 不用了 我的咨询费是两千 不过 虽然小时候费 三婶她是律师 这么有出息 怎么从来没去你爸提过呢 一个月就几万块钱 有什么好提的 儿子 我们走 三婶 小婶 要不让她开车送你们 前两天刚买了新电车 你们回家也舒服点 天这么冷 谁叫电影车呀 三婶 电车可不是电平 这这车啊 确实不错 堂基要不要试着 我帮你看着 知道你靠谱 但是我还是担心 你堂基的驾驶技术 不过关 三婶 这车比我都靠谱 她在中保研碰撞测试 全优成绩 有什么好东西的 这小子这么有本事 怎么也不想着 帮扶一下她弟弟呢 都是亲戚吗 法律问题可以咨询她 摊上官司 我给你打折 我可以打折 请你打折 我可以打折 我们下官司 最后她说 我早餐下官司 走好 我被打折 感谢观看